基本上是這樣子 現在美國內部裡面 因為這個東西已經是敵意螺旋 升得很高了嘛 那升得很高之後 如果繼續玩下去 那個代價很大 因為現在美國有個新的說法 因為當天的時候 我們就這樣子 很多人就這樣討論了 第一顆被打掉之後 隔了七八天之後 連續三天被打三顆 然後那高度比較低 氣球比較少 那時候有人就講說 可能是中國故意放的 故意給你打 然後呢最後像你說 那個裡面下面沒有什麼設施啊 所以看美國講的也很奇怪啊 叫做不明飛行物資 所以美國現在又開始討論UFO 所以確實這個敵意螺旋 就不斷地在升高 那對於建制派來講 當然希望回到外交戰場 那外交戰場至少是談 談了以後呢 鬥而不破 但是呢外交上 就是拜登要做出一個 我有譴責你 然後習近平沒有回應 或是習近平不敢回應 那至少他在外交上 可是美國內部的氣氛不一樣 美國內部的氣氛強硬派呢 是要回到選體戰場 所以美國現在 因為美國也是大選聯了 不斷地吹油門 那不斷地吹油門 所以拜登現在 這個狀況是比較尷尬 但是這裡面一個狀況呢 而且呢 拜登絕對不道歉 是因為美國軍方給他的資訊 越來越說這是故意的 這是刻意的 而且可能是新的名詞 叫做近太空爭奪戰 什麼叫近太空爭奪戰呢 就是我們地面上六萬六千英尺 一直到三十三萬這個英尺裡面呢 坦白講沒有什麼偵察設備 然後飛機也飛不到 可是他們現在就發現說 這些氣球剛好在這邊 可是這裡面呢 它是平流程和健溫程之間 那這裡面呢又符合一件事情 就是它有點像那個密度和氣球不一樣 有點像是水面和外面的空氣 符合前學生彈道 前學生彈道就是打水漂 那前學生彈道是做什麼用的 極超音速飛彈 所以美國現在就開始講說 這件事情是不是 你其實中國反而搶先 在這個沒有人注意到的地方 第一個你來襲擊 我來不及預警 第二個極超音速飛彈 你搶佔了這個近太空的控制權 那有狀況 所以美國呢也不斷地放資訊 這資訊就是不斷地在告訴拜登說 這個不是一個誤解 這是一個故意 中間也許有些錯誤 結果中國方面是趁機擴大戰果 所以他們就公布了 我們大概就講這個路線圖嘛 那這個路線圖呢 你如果從大氣物理啊 空氣動力來講 真的就是美國可以舉證 說你是故意的 所以日本還講說 2015年的時候 習近平就有一個戰略支援部隊 就是裡面在發展這個 甚至於還有報紙講說 主要在操作這個氣球的 還有包含對我們台灣的 是七十二集團軍 專門攻台的第一軍 為什麼指向這些呢 因為這個氣球太怪了 其實是在十二月 在一月的大概十幾二十號 從這個海南島出來 不是新疆 所以原來講說 是從新疆飄過去的不對 從海南島出來的時候 他原來的目的 也不是要到美國本地 不是去看那些戰略飛彈 而是經過巴士海峽 到達巴士海峽 就是台灣和菲律賓之間 所以偷偷看了我們一些 南部的一些狀況 而且我們P3C的基地 就在那邊 我們的自航基地 就在那邊 我們的九棚基地 也在那附近 飛過去之後 繼續的到達關島 所以距離日本東南方 一千六百公里的時候 突然之間 不符合非典襲天氣路徑 極速向北 但極速向北裡面 他們有解釋 因為剛好有冷氣風傳下來 冷氣風傳下來之後 所以氣流剛好是帶上去 所以帶上去之後失誤了 所以中國講失控 是這樣子 可是後面他們就講了 日本美國講 他們已經在檢查那裝備 你有自毀裝置 那你會幫他自毀 就是他 因為他上面可能就 氣球弄氣 那如果跑錯地方 你就讓他自毀掉就好了 自毀掉嘛 可是到了後面 他們就說你是故意的 因為到了那個一流生群島 就是進入阿拉斯加之前 如果造成氣流跑 你就往北極圈那邊飛去 或者是你就破洞 你就墜毀 或者是你繼續升高 最後就會因為壓力 壓力就膨脹炸掉 結果不是 你突然之間 非典型的天氣狀態之下 往南走 那這個時候 所以美國一直指控說 有操控設施 有這個狀況 然後為什麼 竟然你有那些監控設備 你剛走了 不管是台灣 關島 你就有很多電子設備 很多監聽設備 然後往南下面 就到了馬姆斯佐 那個美國的前三大的核彈 這個戰略基地 在蒙大拿上搜 而且還加了一個字盤旋 那為什麼要講盤旋兩個字 代表你還可以遠端操控 所以美國就在做這個指控 那這個指控是什麼 就是說你這個氣球 就是故意的 那中國呢 現在怎麼辦呢 就說啊 這個都是天氣 氣象氣球啊 或什麼的 可是氣象氣球 它的直徑是兩公尺 兩公尺 如果在六千公尺高 我跟你講 全世界四 十的人 大概都看不到 你看到 兩千對不對 怎麼可能看得到 怎麼可能看得到嘛 所以那就扯 然後中國現在又扯 前一段時間扯了一件事情 後來大家覺得很奇怪 他說在山東外海那邊 有一顆氣球 可是現在是二月一月 風向是從西伯利亞 內蒙古 吹向太平洋 所以如果真的有氣球 那應該是普丁放的 美國的氣球 沒辦法立風而行 所以他們現在又講 可是那當然現在 就變成天上飛的東西 大家很care 那至於我們講的 東引那個呢 其實看它的大小 看它的長海 大概就是氣象氣球 但是裡面有沒有什麼特殊的設備 偷偷的那個夾帶 那當然繼續調查下去